欢迎来到404大案馆 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在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已经公布之后 长期在微博发帖评论实施议题的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 便发布文章质疑网号网证的真实目的 但该条微博很快便遭到审查删除 他写道 办法你推行统一的网号与网证制度 在我看来这样的举措将带来极大的社会风险 并且作为部门规章明显缺乏尚未法依据 与2023年9月出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相比 带来的社会风险有过之而无不及 首先办法的真实用意 是如起草者所言是基于保护个人信息的目的 还是加强对个人在网络上的言行的管控 在网络实名制推行12年之后 超过10亿的网民都已经在各个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处 留下认证所需的个人信息 在这种情况下 推行网号与网证制度还有多少现实的意义 当初推行网络实名制 就是以保护普通公众的名义推出 保护的效果如何 大家有目共睹 这意味着办法的推行与网络实名制一样 真正的目的是管控人们在网络上的行为 所谓保护个人信息云云 不过是虚晃一枪 至少不是主要的目的所在 其次 网号与网证制度的实质是什么 形象地说 网号与网证制度就类似于疫情期间的健康保 治理思路上如出一辙 只不过是将通过健康保的社会管控日常化与常态化了 网号制度就相当于给每个人的上网行为安装一个监视器 所有网上的痕迹都可一网打尽的轻易加以收集 网证制度则意味着 上网或使用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的服务 将在实质上成为一种需要经过许可才能享受的特权 如果相关部门不提供认证服务 个人就难以享有相应的互联网服务 包括但不限于发言评论与其他服务 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 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 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那些不服从的个体 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 对不公益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 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 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中国数字时代CDT致力于记录和传播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 以及人民与审查对抗的努力 欢迎大家通过电报Telegram平台项目投稿 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做出你的贡献 投稿地址请见本期播客的文字简介 阅读更多内容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cdt.media